内奸龙这次被队友坑了 上集说到暗末梁入侵王城 王样召唤内奸龙应战 但迪尔邦多已经再次进化 与神对战已经不落下风 王样心脏病瞬间就犯了 然后立马让天空龙发动攻击 但迪尔邦多挽起了隐身 还学会了吐盾 他想要突袭王样 一发黑暗魔术 内奸龙这次不内奸 一发照雷弹命中 暗末梁眼看不妙 想起来之前看过的谋人者 于是让迪尔邦多无差别攻击 专挑平民与建筑下手 眼看就要再次命中时 王样化身我爱罗 内奸龙化身杀之盾 替民众挡下攻击 这边小表们也在观看王样战斗 于是天空龙开发出新技能 将迪尔邦多调到天上 他要在空中与其决战 但迪尔邦多能隐身 一发突袭再次命中内奸龙 王样冷静分析排局 加上暗末梁一直在嘴炮 没错 王样玩起了孙子兵法 他要诈详 暗末梁还以为是真事 让王样向他下跪 王样感觉机会到了 就在憨憨野猪大笑时 天空龙要直接攻击玩家 但龙头却停滞不前 王样服了 这时候内奸属性发动了吗 不是 是迪尔邦多已经抓住了你 暗末梁兵法玩得更溜 王样危在旦夕 突然特效出现 暗末梁如遭雷击 是古代社长的怪兽 这就对了吗 这是自家主场了 迪尔邦多立马开溜 众人赶紧追击 都追到城外了 王样感觉决胜负的时候到了 但暗末梁是稳如老狗 他已经做好了后手 这时先让我们来断回一杀 原来老灯还是王样的叔叔 此时因为敌国的入侵 需要进行黑暗炼金术 而王样老爹是国王啊 涉及黑暗的事肯定不能做 于是老灯主动请营成为卑国人 而这个老灯啊 居然还是古代社长的父亲 并且为了国家抛弃弃子 然后带了一群人 来到了一个叫埃尔纳村的地方 老灯称他们围盗贼村 于是人间炼狱出现 图了一整个村子 因为黑暗炼金术需要人的怨念 不过暗末梁却活了下来 也是唯一一个幸存者 然后千年神器就此诞生 不过地面却突然开裂 一座安放千年神器的石板出现 并且还有一个透明怪物 而老灯是个狠人 现场焊尽千年眼 成功击退怪兽 不过参与者也都没了 就剩老灯还活着 就这样敌国入侵 七个持有千年神器的人挡在前方 然后一人一个画面 召唤出各自的怪兽 就这样七个人搞掉一个国家 但老灯现在被莫良激发了黑暗面 就在王阳与莫良打生死局时 天空龙张开大嘴刚响音机 老灯掏出大宝剑 刺中天空龙的石板 于是内奸龙攻击中断 被迪尔邦多直接命中 也是被内奸坑了一举 但毕竟是神 回头一道闪电 直接劈倒老灯 而王阳现在受到重创 瞬间跌落下马